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第一节课程 姜汁嫩藕的做法 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嫩藕 还有生姜 白醋 还有我们刚才熬好的葱油 用到的调料只有精盐还有味精 好 准备好这一切我们就开始来操作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来将藕削皮 用专业的工具将藕的皮去除 将藕的皮消除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藕改刀 在改刀之前呢我们先准备一盆清水 在旁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将藕改刀切成薄片 和那个新式的一脚前硬币差不多厚的片 切的时候呢我们一刀一刀慢慢切 尽量呢切到这个上下的薄厚均匀 切到这种上下薄厚均匀 在烫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容易发黑 将切好的薄片放入清水中 除去上面的藕粉 这样呢我们烫出来的藕呢它就不会发黑 将改刀完成的藕我们再用清水把它清洗两遍 清洗成透明状的 清洗成这种透明状的 这样呢我们烫出来的火锅呢 才会更加的白 然后呢我们将生姜切成姜米备用 切切薄片 然后呢切成姜丝 将切好的姜米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呢我们点火起锅烧水 开大火呢迅速将锅中的水烧开 烧开之后呢我们加入一点白醋 加白醋的目的呢也是防止这个藕变黑 待到锅中的水再次烧开呢 我们将切好并清洗干净的藕放入锅中 将藕片烫熟 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水一定要水开之后呢再加入这个藕片 锅中的水开之后呢我们旁边同样准备一盆清水 然后呢将烫好的藕片呢 然后呢将烫好的藕片呢 捞入个清水中过凉 接下来呢我们将烫好的藕片挤干水分 放入另外一个容器中 然后加入姜末 然后加入姜末 来点盐增加增加底味 加点味精提鲜 不喜欢吃微筋的同学可以不放 再来点白醋 让这个五呢更加脆 而且呢有开胃的效果 最后呢再加入我们熬制好的葱油 炒拌均匀 这样呢就可以装盘食用 在装盘之前呢我们准备两根小葱叶 用小刀呢从一侧花开 花到头 然后呢从从没有花开的这一头呢 把它切成这种 都像竹叶一样的 都像竹叶一样的 这样切好的葱叶换一旁备用 切完之后我们来摆盘 再将碎一点的葱呢把它垫在下面 这个不是完整的葱片 先把它垫在这个盘子中间 然后呢 然后呢再将整的葱片 像这样一片一片一片 压着一片 摆个一圈 小圆的小圆圈 然后上面呢 再放几片大的葱片 放在这个最上面 放在这个最上面 轻配白 这样呢我们的姜汁藕片就做好了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葱呢 尽量不要把它烫黑了 一定要开水下锅去烫这个藕片 然后也要及时冲凉 第二呢我们拌制藕片的时候呢 不能放香油 也就不能放芝麻油 要用我们自己熬的葱油拌 这样呢才会清爽 第三就是我们在拌制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白醋